跟天舞2中哪些选手比较熟 我其实都挺熟的 因为其实圈子就那么大嘛 对大家都挺熟的 像冯正啊 高博啊 牧童 小海这些都很熟 真的很熟 爆料于他生活中的他们是什么样 私下就是挺好的 小海挺搞笑的 因为我们以前是一起在上海 那个时候他还很瘦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工资都不是太高嘛 他的口头禅就是哥我饿了 因为他每一次就是一看到我都说这句话 然后就总是吃不饱 所以就之后可能就是对食物 然后有一种以前特别瘦 然后慢慢的现在就变成那样子 然后他还蛮有意思的 心中有没有冠军人选 这个都不好讲 因为他不像是打篮球什么的 你的技术好 然后你过人 然后投中了这个是两分 或者是这个是三分 他是有一个标准在的 但是街舞这个东西 他偏审美嘛 因为审美就每个人的眼光不同 所以说你不好去猜测 导师的眼光是什么样 还有大众的眼光是什么样 有没有舞者私下和你交流抱怨 倒没有抱怨就是觉得累吧 但是大家也都觉得也没有什么 反正大家都还觉得挺享受的 因为我去年也是 我心里面就一直纠结了两个想法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 就是想早点淘汰 但是又觉得很不甘心 是这样子 想早点淘汰就是真的是太累了 想早点把自己释放出来 然后又不甘心 就感觉是在这个地方 是真的可以学到东西的 因为在平时的话 你比如说我的话 只跳趴平 是接触不了别的的 在这个训练营 每天跟他们一起排起舞 而对起舞 Urban 还有包括其他五种 有更深的了解 反倒再回到自己的专业上面的话 还有所进步 然后可以吸收别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作为过来人 怎么看24小时这个赛制 24小时 然后之前我跟节目组提议48小时 但是节目组给我否了 因为24小时已经特别特别苦了 然后我就半开玩笑的说 那你们弄得再苦一点 升级吗 48小时这样 对开玩笑的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这就是街舞2 希望大家能喜欢街舞 谢谢